好了,大家好,今天是7月30號 回到明報報上賣新激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去看看納子期貨NQ 納子期貨叫做其實都不一般 上個星期開始下降 你看到它在7月11號做完高位209813 縮下來之後,反覆向下跌 昨天都曾經彈上去的19377 其實彈完上去之後 你見到今天開出來仍然是19,100 在技術表面上,其實它是不能上去的 預計上面10天線19697 50天線19697 10天線19524 這兩條線應該是上不上去的 上不上去,其實技術表面上 現在雖然頂住了100天線 如果它Drop穿了100天線 它多數都會試到這條Support Line 這條Support Line由10月 2023年10月 走了一年 當時最低是14,100 引伸過來的支持位 大概現在數下去 大概18,800左右 穿了18,800 它很大機會 會試到150天 moving average 再進一步跌下去 至少我們現在看到 暫時來說 你去購買 香港外圍的股市 香港外圍的股市 都不是很強勁的 不強的 你看到Dow雖然曾經上過4萬1 但是上過4萬1 它都是不夠力再承接 反而相反 慢慢墜下來 下一步 看看它會不會穿到這條支持位 如果支持位穿了 100天 18,800 很大機會再下18,500 至少在技術面上 現在暫時來說 如果你購買 你去搏它上去 你就一定要拿著18,800 但是我就會選擇 如果它有機會 彈高去到10天線 我就會選擇高估 始終都是那一句 其實這個納斯達克指數 自從在前個星期 做完頂之後 它都很明顯出現了 一個叫做回落的勢 只不過要等FOMC 會不會夾一下上去 然後才再跌下去 暫時來說 美股在出現調整 它不是一個升勢 它之前的升勢 似乎是停下了 現在開始調整 現在的問題 就是調整的幅度有多深 看走勢 現在看的走勢 是會有機會再跌深一點的 所以變成如果最好做 要不就穿線 繼續追估 要不就高估 只虧位放50天線 就會這樣做 好嗎 今天就這樣 暫時來說 我們見到外圍的股市 其實都是一般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繼續跌下去 就會是這樣 好嗎 有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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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